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看到在网上说 日本的高中联赛有多少万人到现场去观战 这点是什么 因为当孩子们在俱乐部去训练去比赛的时候 他是没有脱离校园的 一直跟校园是共存的 对于三高俱乐部来说呢 从我们的老领导一直在提倡道德品质高 文化素质高 运动技能高 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培养 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很多的运动员可能十多岁的时候就到了专业队去 就要放弃了学习的权力 所以这一点呢 对于他今后理解足球 认识足球 包括走向社会之后 他的头脑的武装是非常缺乏的 也就是导致了 为什么到了成年队 咱们对于外教的理解 对于技艺战术的理解 存在很大的差距 好好看书 踢足球的脑子都是很聪明的 别人要学两个小时 你们一小时应该能学会 这才是足球运动员具备的天赋 如果谁做不到 谁考上成绩一看 一塌糊涂 那可能离世在群里都通报了 你们就别训练了 下一期也别练了 你传球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让你倒出空干 你把防守练吸引过来了 投球完了之后 是不是远处一定有空干 传球近的近的 一个远的 近的近的又一个远的 平时一块共事多少时间 十岁开始在一起 生活 训练 学习 如果说共事的话 要说从小算 整整31年了时间了 这就是 你把球队轰得下单 对 带球的时候过去 对 你不能拿手关上自己 所以很多的中国球员 都是跟这个球带下单 不会全 你根本没太多看 因为我们这个 其实汪雅从小 就是在校园足球 这种环境当中成长的 其实也是得益于校园足球 对于我们的这种培养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又回到校园当中了 也希望能够把我们所经历的 这些好的东西 也能够传承下去 用左脚 我们同时接着两个工作 一个呢 是青少年培训的从业者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在泰伍的足球事业部呢 又担任着整个的足球基地的运营管理 等等这块的工作 刘主任好 您好 刘老师 成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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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 欢迎 你好 足球完整的 很简单 教育 体势能 对啊 这种咱们教室学不到的东西 在这拳移之后 就是一个第二个课堂 就是这两块是国际主任的 这两块 对 这是比赛 这是两块比赛场地 绝对标准 因为我们在泰伍 有自己的足球的学会基地 我们用基地呢 做我们的这个校园的培训工作 其实最大的困难呢 我觉得还是人才的流失 之前的理治导呢 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在中国的校园足球 十二岁断崖现象的发生 有很多十二岁比较有天赋 而且踢得又非常好的这个青少年 他为了上学放弃了专业的足球 因为咱们目前的教育制度 所以导致了到中学之后 也就是在十二岁小学毕业之后 当初在校队的队员 喜欢足球的这些孩子们 无法去升入 有足球支撑的专业的中学 所以像如果咱北京为例 真正能够支撑北京中学 开展校园足球的 包括高中 一个数字都可能算得过来 真正有这样的学校 又能够去好的教学 也有好的训练条件的 人大府中 清华府中 八一中学 回民中学 可能偶尔还会有几个 像牛兰山一中 也勉强算在里头 两个数字都实现不了 但是小学在不光仅仅北京 说一千所小学开展校园足球 不为一国 但到了中学 两个数字都算不过来 所以更多的足球人才 全部都流失了 这应该说是跟我们 不光是北京市 全国都是这样的 他上了初中以后 学习的压力比较大 当然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不光是在孩子 想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 或者说增加 中国足球的人口的基数 其实要从更多的父母 更多的老百姓 从他们当中 对足球的意识来的改变 北京市足协 与泰武法学小镇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现在开始 泰武足球基地 作为北京市足协的一个基地 将来承接更多的 教育员培训的工作 一个人靠近 其他人而开 就是说所有人都靠近 有一个靠近 先快速拉开去接着 这么大的空间 快点了 快点了 可能说中国足球相对没有西方成年队的成绩好 也是在青少年这个体系 搭建上 其实咱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足球跟学习 不是互相影响和耽误的 它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我希望用我的个人的经历 来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家长和孩子 我相信在未来不长的时间 相关的领导也一定会去重视这件事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上升的通道 和体系的话 包括上学跟足球 永远是在平行 在共同去发展的这一点 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孩子能够 在不影响学习的这种情况下呢 在足球方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中国足球队的成绩一定会去好 那么对家长说的是 让我们的孩子去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功力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 让我们的孩子走进球场 去把我们的这种中国足球的这种后备人才 让他们一定要把中国的小梅西 中国的马拉多纳 中国的我们的更多的这些有天才的孩子 让他们走进球场 所以便是在没有任何场下 中国的马拉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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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李志斌 我是程璐 我代表所有校园足球一线工作者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